现在依然有很多的人问 怎么聊天 怎么跟人沟通 我告诉你一点 什么叫做有效高效好的沟通 首先你得了解对方的情绪 第二你得了解对方的期待 什么意思 最简单的一点 我们经常在微信中会收到 或者给对方发什么样的信息 在吗 这种信息首先它很难回答 我如果能回答你 证明我肯定在 那我是不是说了个废话 第二你问我 我如果不回 那我肯定是不在 所以这句话没有意义 但如果你想跟对方交友 或者你想得到对方的认可和喜欢 你先得了解他 问你这个在吗 背后的情绪需求 和他真实的期待是什么 比如说如果一个朋友 在晚上突然给你发在吗 你回在怎么了 这就是没有了解情绪 这就是无效沟通 有效的沟通是什么 你可能问怎么 是想过了吗 好久没见了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因为他给你发这个 一定是有事要问你 或者有事要求你 如果你想要回复对方 不想回复就不回复 如果你想跟对方建立连接 你得了解他背后的需求 期待和情绪是什么 所以你可以直接回复 他说 怎么好久没见 是不是想我了 这样对方会觉得 首先觉得 你超过了我的预期 你是真的有了解我的心情 甚至你把我真的 放到了一个好朋友的角度 这是为什么我们小时候 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很真实 很easy 越长大了 我们也习惯那一套 套路话的东西 我说的没毛病吧 然后再打个比方 如果一个女生 晚上给你发赞 你去想一下 应该怎么回她 叫高情商 比如如果我跟我老婆 在谈恋爱的时候 别说她给我发赞 她就是给我发了一个表情 我一定不会给她回复 另外一个表情 或者我跟她说怎么了 这就是不会聊天 证明我不想跟你建立连接 但我如果想的话 我会怎么回复她 我正好在想你 你还没睡 你能懂我说的意思吗 这个东西不是我教你 才这么说 是你真的 如果想要跟对方 建立连接的话 你一定会考虑 对方的期待 和考虑对方的情绪 所以你自然就会 我想要跟你聊下去 这是如何加 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你跟别人见面 加个微信不难 难的是什么 是加了以后 如何建立有效的连接 所以你看我俩 在谈恋爱的时候 她发一个表情 我考虑的已经不是 她发一个表情了 我是举一反三 对吧 她发一个朋友圈 发了一个简单 可能转发了一个歌曲 我不是简简单单 在下面点个赞 或者给她回好听 我会干嘛 我会拆解每一句歌词 然后私信 她跟她说 你是不是不开心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 因为这个歌词 让我感觉你好像不开心 你会更多的解读 对方的情绪 和隐藏的需求 这是为什么 最后我俩在一起结婚了 因为我了解她 我付出了 但结婚以后 结婚以后 打个比方 有一次可能出去 不管是什么原因 反正加了个女孩的微信 然后第二天以后 下午 人家给我发了个信息 说在干嘛呢 哥哥 这背后的情绪 其实我已经解读到了 你下午给我发这个 或什么 说白了 你是为了咱们继续再聊 我当时给她回了三个字 拉屎呢 然后她给我发了个表情 后来我没给她回 然后我们就到现在 可能现在已经拉黑了 就没有再联系过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跟你建立这连接 你懂吗 所以别跟我说 你会不会聊天 最主要的一点是 你想不想跟对面建立连接 你肯不肯用心 再换一个最简单的 再换一个最简单的 比如说晚上 10点多钟 你的老板 你的上司 突然给你发了个信息 问睡了吗 你怎么回答 你觉得他是关心 你睡没睡觉吗 No 他背后的情绪和期待 肯定是给你安排活 他有事要找你 你要么就不回 你就假装 对吧 我睡了 这是一种方法 那正常 对吧 有的人会说 老板您说 有什么我能做的 这可能就是高情商 但用我教你的方法回 对吧 他也懵逼 我可能回复他就是 哎 老板 我正好在想你 你也想我了吗 他肯定懵啊 他所有的预期之内说 这笔怎么回事 怎么给我回这 我都不好意思 跟他说工作了 你知道吗 这工作错 我交代给你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你把用在女生的方法 扔在老板身上 怎么就不好使了 对吧 我正好在想你 然后你再给他发一个 那个什么勾引的表情 老板肯定懵逼 算了算了 我给他安排活了 这个忍不起 我靠远一点 对吧 或者老板的给你发 睡了吗 然后你给他发一个 我正好在想你 他肯定真的 所以这是什么 沟通是一门艺术 我们一定要学会 主动出击 除非你不想 跟对面建立这个沟通 你不想跟他当朋友 如果你想的话 了解对方的期待 了解对方的情绪 任何人都能够 和别人建立连接 咱不说最后一定成为什么 成兄道弟的好兄弟 或者这个人 最后一定帮你或什么 但我能告诉你的是一点 你一定能够在对方的心里 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这件事情很重要 OK 付钱吧 你们可以刷礼物了 我跟你讲 我刚刚给你讲的这几点 你把它想明白了 吸收了 真的学以致用 变成你自己的 你去试一试 无往不利